為什麼新竹市突然之間 被民進黨好像當成是一個重中之重 他殊不得的壓力 當然也有人講到 2024的總統大選 提前到2022來開大 可能我不是民眾黨 然後後面有柯文哲 或者是說 我有郭台銘德的一個角色在 2022讓高雄安奪下一城 會不會影響到2024的總統大選 如果說真的要這樣子 一直去追殺一個人 物極必反啦 所以你覺得2024的話 郭柯是有可能嗎 我覺得其實現在很多人 都對於郭柯的 2024的動態是非常的好奇 你怎麼處理你的壓力 唱歌也能紓壓吧 對 其實唱歌還蠻開心的 在新竹地方上 大家會說 那個可以請雄安唱歌 為大家帶來一首 喊內吊恰恰 本週日晚前八點 台灣起訴 決戰新竹市 獨家專訪高雄安